余震再加上花蓮北區下午下起了暴雨 台九線蘇花公路邊坡土石不斷的崩落 而台鐵北回線還有蘇花公路交通中斷 由於豪雨不斷 巧修困難 台鐵日記今天深夜前都沒有辦法恢復同車 車輛行進隧道經見土石在前方如同瀑布般傾斜而下 從隧道外看過去 大輛石塊沙地隨著大雨崩落落入海中相當驚人 這裡是蘇花大清水明隧道人另一邊 山區浩雨不斷將山壁削掉一大塊 黃色的山壁裸露沙石不斷向下充實 麻木窗移場面觸目驚心 封面來襲這張氣象署針對花蓮發布大雨特報 22號下午修林鄉下起浩雨加上強震後 雨震不斷 山區邊坡不穩 就蘇花台九丁65 66公里處都出現土石流中斷 蘇花改道大清水也崩塌 道路中斷台鐵東部幹線也傳出災情 下午2點38分台鐵河人站發生土石流 松軟土石因為好雨成了林柳一路留下 櫻木河人車站到崇德車站間的鐵軌雙向不通 一輛車人六次樹林往資本的新字強號 剛好通過落石區 受土石的影響該出落石告警系統也同步啟動市警 列車因此停在隧道內檢查 最終以30公里的時速慢行到花蓮站 要等多久 不一定 現在土石流 從花蓮站往台北開出的421列次 因為大雨從新城站退回花蓮站 旅客事後回向新京膽站 統計有六次列車從蘇澳新站 則返回樹林站 有四班車行駛到花蓮站後 則返回台東站 自下午4點開始 台北到花東對號列車行駛 上行對號列車只能行駛到花蓮 台九線邊坡土石人不斷往下傾線 工作人員無法進場搶修 預估深夜前無法恢復通車 強正好雨再度衝擊東台灣 讓花蓮暫時載成孤島 現在陳津也歡迎報導 花蓮又發生了地震 今天下午5點08分 在花蓮縣受風箱 發生了日式規模5點5的地震 光是從5點08分到剛剛6點46分 不到兩個小時就連18震 氣象屬原派都是屬於 0403花蓮大地震的余震 當地國家起警報狂想 火車站外頭還下著雨 民眾提著行李一出來遇到地震 完全不知所措 驚嚇又混亂 國家起警報狂想 花蓮火車站外 民眾緊抓著行李 嚇到不知所措 尤其還飄著雨 突如其來的地震 讓現場有些混亂 車子停的紅燈明明是靜止狀態 整台車卻不斷晃動 另外有住家監視器拍到 原本平靜的家門 在地震來襲時畫面狂震 家裡面的吊燈也不斷旋轉 22號下午17點08分到52分 短短44分鐘內就連續實震 前9次震央都在花蓮縣售風箱 規模最大5.5 連在台北都有二級震度的明顯感受 距離0403 花蓮大地震至今過了半個月 雖然生活逐漸回歸正軌 但如今震不停 西洋鼠提醒 因力調整 雨震已經慢慢跑到陸地上來 後續仍會有規模4或5的雨震 加上下雨會比較危險 沒必要不要前往山區活動 記者 陳敬葉 花蓮報導 自從0403地震後 花蓮進入了災後復原狀態 而針對花蓮區漁港 除了肉眼可見的部分 路面均裂 觀景平台沒有辦法使用之外 漁港內的潮水落差也隱藏危機 在聯絡航道的港嘴水位 最低不到3公尺 中大型船隻都可能因為潮叉過大擱淺 而碼頭部分區域 甚至還發生了土壤異化的狀況 漁船緩慢行駛入港 看起來跟平常沒有不同 但其實自從0403地震後 卻隱藏著巨大危機 落差已經讓我們上下轉非常不方便 但如果再加上大草的時候 恐怕連要下到船上去都會有困難 位在花蓮的25號碼頭 在聯絡航道上的港嘴水位 最低竟然指不到3公尺 以不小心中大型船隻以及賞金船 都可能因潮叉過大擱淺 造成船底破損引發危險 大部分都知道哪邊有 比較隆起的地方 都會盡量閃過 不然船底受損 已有3 40年經驗的船長 也是第一次遇到這麼嚴重的海水潮叉問題 另外碼頭在地震過後 還因土壤液化的關係 出現50到70公分的陷落狀況 路面甚至有將近10公分的軍列 現場危機四伏 花蓮漁會也不敢大意 以前退潮低的話 很低的話也不會去割 也不會去割險 地震之後的話 他的船底的話 都會觸摸到地面 索性即時發現向上通報 花蓮縣政府也預計在今年底 完成搶修 給當地漁民一個安全的環境 記者陳敬業 花蓮報導 封面接近今天台灣開始變天 接下來封面接力影響 西半部地區跟東半部山區 可能會有較大雨勢 尤其像粉磚分析 周三到周四上午 還有周五早上到周日午前 都有較強降雨訊號 如果冷雨帶發展強烈 移動速度又慢 不排除會出現 致災性強降雨 而其實這波封面 已經開始影響到 中國的華南地區 都帶來了非常猛烈的雨勢 也讓當地陸空交通打輪 大雨傾盆而下 車子雨刷運作更吃力 22號封面接近 午後開始變天 花蓮已被雨淡侵襲 氣象鼠市井 全台降雨範圍還會越來越大 那這個第一波封面 將會在23號跟24號影響 到時候在台灣各地 都有出現震雨或雷雨 而下一波封面 在25號 26 25號接近 26 28封面影響 而特別在西半部地區 是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而在東北部地區有較大雨勢發生 而這樣的降雨形態 可能伴隨雷擊及強震風 未來幾天 封面接力報導 臉書氣象粉磚 台灣颱風論壇分析 周三到周四上午 跟周五早上到周日午前 都有較強降雨訊號 至於是否有致災強降雨 粉磚表示如果雷雨帶發展很強烈 移動速度又很慢就有機會 而其實這波封面已經開始影響 中國華南地區 包含廣東廣西等地 都出現非常猛烈的雨勢 也讓當地陸空交通大亂 封面威脅不容少去 氣象專家賈欣欣也提醒 邀請大家留意 住家附近的排水溝 避免堵塞 恐怕會有大雷雨及強震風發生 除了檢查住家周邊排水溝渠 如果要往山區活動 尤其中部跟宜化洞地區 都得特別小心 這次您應該要第一次播放